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聂医生 交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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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谭靖的老公 孙平的父亲 孙志军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聂医生什么时候能来呀 聂医生今天换班不来了 谢谢啊 喂 喂 你好聂医生 是我 我就在您办公什么时候等你了 可是他们说您跟别人换班了不来了 对 我忘了 我 我 我特别难请假 可能明天我就请不了假了 那您今天还能来吗 我等一下回到医学院那边 我给您发定位 你来了 你别吓我笨啊 这几道题我真的不会 特别是这两道 你给我讲讲吧 聂医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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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就想知道 CM提供的这种生物瓣膜 还有机械瓣膜 哪个更好更安全 机械瓣膜 和生物瓣膜都有机后缺点 目前临床使用中 生物瓣膜最为常见 它跟人体心脏的自身成分相似 不需要长期服用抗瘟药物 传统的生物瓣膜 使用期限在十年到十五年间 而CM新的生物瓣膜 能将年限提高到二十五年以上 并能随着器官成长扩大 不过它目前没有太多在灵虫营用过 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那您作为一名心外科的医生 您是否建议应跟病人 使用CM提供的生物瓣膜 好 其实我觉得 靳儿 靳儿 这 这儿太大了 那个 这是 聂 聂医生 聂医生 久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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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谭靖的老公 孙萍的父亲 孙志军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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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您添麻烦了啊 孩子这事吧 我是最近 我那儿太忙工程了 昨天谭靖也说过 说你怎么家里头你 当家不做主呢 得管得管 这事怎么样 那个孩子这个 手术贵不贵 就是风险高不高 孙先生 不过哪种手术都有其风险 不过哪种耗材都有其有缺点 刚才 我已经考了谭小姐 说明得很清楚啊 你们可以回家 好好考虑考虑 如果要做 就听到表哥 我会替你们 向CM公司提出补贴申请 如果不愿意做 也要尽快想出替代方案 是 怎么 有 有补贴是吧 有 那太好了 好 谢谢啊 帮了大忙了 那咱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我们商量一下呢 给出一个答 答复 尽快给您联系 好不好 好 谢谢啊 谢谢大夫 谢谢您 来 好不好 那个 谢谢 谢谢 谢谢您一声 我能在啊 放心 咱 咱就 怎么都能商量 咱们都能商量 咱们愿意帮这个忙 咱得领这个钱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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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大家 好 咱们 好 咱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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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